持續來關心中美貿易戰 12月15號就要加徵1560億的關稅了 剩七天的時間 三位來賓看一下 最近那些演藝的發展 認為剩七天到底會不會有deal出現 Yes or No 當然這有點難投啦 不過我們可以後來 慢慢再做一些演藝的推銷 No No 一半一半 老師那我今天給你請教好了 我教你舉一半一半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最近我們本來討論說沒有deal 因為香港法 新疆法都過了 那可能有deal 是因為好像北京又釋出一些善意 美國的大豆啊 豬肉啊 這個部分的之前的關稅又取消了 好像其實理智又比面子重要一些 所以你舉一半一半 沒有 我舉一半一半是 我覺得我看川普跟大陸這一 這麼一年多來的談判 到時候又是延期 就是說喔 聖誕節又到了 然後新年又到了 農曆新年又到了 那還是到二月以後再談吧 我認為還是這樣 因為你看他的這個Pattern 每一次都是又延期 所以我認為 這個所謂達成第一階段 達成了第一階段的延期這樣子 延期 郭委員我請教一下 因為白宮的經濟過問說 不滿意的話川普是隨時準備可以Walk away Walk away這招之前在金正恩見面的時候 已經用過一次了 會用在習近平身上嗎 還是依舊是心理戰 我可謂是12月15號他要不要加稅 重點是這個 我覺得 因為大陸也放話了啦 就是說基本上要對等 而且同等幅度減稅嘛 這個美國絕對做不到啦 怎麼可能呢 美國就覺得他要贏罵 他要多賺一點 那如果這個原則美國不能夠符合 那中國怎麼可能讓步呢 你在這個情況 又有香港跟新疆的案子剛過 事實上他對豬肉還有大豆減稅 那個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買 自己本身的豬肉太貴了 他自己需要 非洲豬瘟啊 對啊 所以他是需要進口 所以他是對自己來降進口的壓力啊 所以不用多 那個跟中美談判是沒有關係的 不用太多做一個 他自己調節的啊 自己調節的啊 不過對於有沒有一個deal 華為還是滿關鍵的 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現在傳出美國要啟動 很重要的核心選項 人家說核子爆炸式的選項 就是繼續封殺華為 要替出美國銀行系統 禁用美元交易這一點 對於華為的影響怎麼樣呢 對 那所有的武器啊 尤其是核武器啊 剛剛說的最終加稅啊 它最大威力的時候 都是沒有用的時候 就是你真是用了 用出來就不是了 用了世界毀滅就沒有用了嘛 這世界就不用再談了 所以說我覺得 川普他一定會 靠幾個事情來討論 就是說他在不同戰場上面 他的贏面是怎麼樣 那中間還有兩個 我們今天還沒講到的戰場 他跟華為也有點關係 就是他在國內 對他的彈劾會走到什麼程度 以及呢在年底的時候 他要作為一個明年要選的總統 他一定要說我們現在經濟非常好啊 你要做的那個封關行情 因為我們如果看過去像2015 2018 他都是在年底的時候 忽然油價有一個非常大幅的變動 都是在最後最後最後 那現在呢 對於他的經濟利益來說 他會希望油價能夠穩定往上走 但是其他的國家跟他似乎有一點相反 所以他要考慮他到底有多少個戰線 他有多少的武器 他在哪裡可以贏 他在11月的時候大贏了美國國內的就業 就增加了26萬6千個工作 比原來預期的19萬多很多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好故事告訴大家說 你看吧 我們跟中國大陸打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美國的經濟 包括製造業 非農的部門 全部都非常非常的強 同時我們的通貨膨脹非常低 利息在一個可控制的水準 然後整個的華爾街一片欣欣向榮 這一定是他進入明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希望鋪墊的舞台 因此他在這個過程中間 他如果在貿易戰這個地方 沒有跟中國大陸達成一個 什麼樣的協定的話 那他反手去打華為 是一個很順理成章的 那是America Great 就是偉大的美國 那在華為這一次他用的 那華為當然是有反制 華為我們以前看到 就是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已經把它定為特殊的 不能夠特別交易的 尤其是美國的公司或國家 它具有受到國家的補貼或者是貸款的 那FCC這次就會說 如果你要用對於Universal Access 就是公平禁用 全部人都可以有的那一筆特別的錢 叫做Universal Service Fund 補貼那些農鄉地區的 運營商的那筆錢的話 那些公司通通不能用華為 所以你在經濟上面 你在科技上面直接的就卡了它以後 再在法律上面 再做下面的一層 不過我想這裡補充一下 我覺得華為這一次 他的法律戰很厲害 他第一個呢 他告的是 這些東西違反了正當程序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 所謂的老牌的民主法治國 Due Process 他裡面他說是違反他的Due Process 他背後甚至曾經講過 違反了國會不能訂定此權法案 他是就是沒有經過法院的審判 就剝奪我的某種權利 包括NDAA就是沒有經過法律的審判 就直接的就說 你是被定為不可靠的對象 我們不能跟你交易 這種東西都涉及到了 美國憲法層次很深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目前華為的律師團 對於美國所謂的遊戲規則 以及它的法治的基本精神 其實是相當深入的 美國不一定在這一輪上 能夠站得住腳 好 就針對這一點 接近教委員 立法委員對於法應該更加了解 這部分在 雖然是美國的法 不過你看這個 美國商務部長喊話說 華為如果你的供應商 華為去跟他的供應商喊話 說你可以把你的廠間到海外去 這樣的話對於我們就可以 透過繞過美國政府的一些 本來一些限制 那現在美國商務部長說 這樣的做法是違法 那違什麼法呢 不可能違法 除非你把華為定為不可交易的 這個違及國安的系列 那他這樣喊就得沒有意義啊 不 他必須先把華為定位為這樣的企業 就是他會妨礙美國的國安 違及美國的國安 所以任何跟他交易的零件廠 那基本上都要經過 美國的政府的核准 除非是他立到這個程度 否則美國的企業當然是自由行動啊 你憑什麼說我 那個簽到海外就是違法呢 而且你怎麼知道我賣給他 對不對 不過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勉強可以做得到 因為BIS在今年5月就把他列入了實體清單了 所以他們跟他的交易他就要逐項檢討 對 就是90天90天這樣 所以他就可以勉強可以運用這個方式 去把他設立一個緊箍咒 對 可是簽到海外 也就是說你的供應商如果你還是美國 因為我知道就是他是在那90 比如說現在是限制的 然後你用海外的單位去進貨 那這個當然就會違規啦 這個我特別再來問一個就是 因為你看美國很多的做法 你說圍堵華為 那華為什麼Android Google啊 都不能夠使用 那很快在一年之內就鴻蒙系統 也有相對應的一些App可以做使用 這是軟體 軟體的部分 他最近比較厲害是他的硬體居然去美化 這個才真的厲害 不只是硬體去美化 自從貿易戰開打之後 其實整個中國大陸的市場 也盡量在去美原化 或者是在跟美國之間的貿易 盡量去減少跟美國貿易之間的依附程度 所以慢慢的貿易戰對於中國大陸的 後駐力的影響沒有那麼高 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任正美講過一句話 他覺得我們發展得好順利 大家都好像太輕鬆了 結果被美國打了一下 他說我們現在忽然都振奮起來了 開始要好好的拼了 那確實有拼出一些東西 那剛剛主持人你講的 我覺得就是現在美國 剛剛前面也提到 美國的霸權建立在哪裡 制定規則 那規則 為什麼美國率是那麼多 就是每天在搞這些東西 那個魔鬼全部藏在細節裡 所以你今天要跟美國打交道 要贏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律師團 你一定要把美國的法律要弄得很清楚 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 比較看清楚這一點 要走這個地方來做 要從這個方向來走 而不是說你在跟川普一路打交道 因為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在決勝點 還是在你的這個 各方面的這個法律上面 你有沒有覺得川普的極限施壓 是某種程度來講 有點協助大陸企業做一些 不管是升級轉型 或者是去美的一些動作 我覺得艱難使他們堅強 困難使他們強壯 那美國無論川普在做什麼事 還是以美國為核心往外輻射的 一個世界觀嘛 那從我們一開頭看到 中國大陸做一帶一路 就是跟他背向競爭 就是不直接跟你對抗 就往另外一邊發展 我們剛才討論的這個 像Instax這些其他的替代性的技價 或是交換機制呢 也是不直接去挑戰美元 和石油美元的霸權 而是去設立一個 特替代系統 那現在華為也已經進入了這一塊 我們仔細看看去年到今年 華為做了什麼 華為在它的5G不斷的發展 我們先從智慧手機 它智慧的手機的銷售 馬上就跳起來 尤其是year on year或是quarter on quarter 都是非常大幅的提升 它自己的生態圈的上中下游的供應鏈呢 開始用他們自己的鴻蒙系統 那5G在其他地方的設備供應的合約 也沒有被美國完全的阻塞 包括歐洲有些地方還是可以使用 最後他們開始做了軟體生態圈 就是有更多的人就像以前 很多人去做Android的Developer 現在有很多人開始去做鴻蒙的Developer 我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現在已經有107萬登記了的發展商 也就是說今天你如果一定不讓我 Google Android一定不讓我用 將來會有另外一批人 他會特別的為另外一套系統 Google會手賺很多全力金 那最後到底是誰輸誰贏 就不一定了 我不挑戰你的規則 但我另外的系統供你選擇 那最後就市場決定 看是哪邊人會增加 這個指的是科技戰 科技戰確實中美在脫鉤中 可是貿易戰美國的邏輯是相反的 他希望你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就是我們貿易還是 美國希望你多買一點 但是他不賣你想要買的東西 對 這是每次的科技戰 這是每次談判的時候 中國就說你認為我們有這麼大的貿易 你不讓我買嘛 對不對 不過你看美國的一些某種態度 尤其在華為這部分 我拉回來華為這主軸 因為Boris Johnson他就講到 要來我這邊投資做生意 我不希望讓你感到我有敵意 但是最後的決定呢 我也不能夠危害到我的一些 五眼聯盟其他夥伴 我們之間的合作關係 所以對於華為的態度 其實要看包括了五眼聯盟 這些合作夥伴之間 最後的一個態度 作為一個夥伴 決定的一個標準 這個講完之後 他去上了當地的一個morning show 結果被發現 Johnson不講說你要尊重所有 這個五眼聯盟夥伴 大家的決定跟態度嗎 他現場拿出來跟主持人拍照的手機 結果被發現原來是 P20 P20 華為的P20 而且是P20 Pro 所以有人說 因為那個照相效果特別好 照相效果 華為就照相最好 所以你說你這個態度上面 要跟其他的夥伴這些 他說我只用他來照相 我覺得這一次說 他就要說的是說 不是華為通通不可以 既然你覺得是 National Security 是安全 那我們就在沒有安全疑慮的部分 對 我只用他來當照相機 然後同時 我們真正在核心的地方 那請華為提出來 讓我們做技術檢驗 那這也是最近我覺得 華為的律師在美國開始說的話 就是說我們提出各樣的報告 然後我們讓你去做技術檢驗 然後最後 如果你還是覺得我們安全有疑慮 那當然這就是技術檢驗的結果 但是如果技術檢驗是安全無餘的 你只是因為我們是中國華為 就這樣制裁我們的話 這是不是也違背了遊戲規則 郭月威 你來看 幫我們做補下補充吧 嘴巴雖然說 所有的決定跟川普他們正在一線 但是手機拿出來 華為拍照 美國沒有禁用手機 他是禁用5G設備 可是你拿這個手機出來 就是華為 這不是一個態度的理想嗎 所有的元首國家拿著手機就是一個表態 五眼聯盟也不等於歐洲大陸 歐洲大陸基本上已經願意用5G了 不過 Boris Johnson是在五眼聯盟 他有點在尷尬 因為目前表態不用的 就是澳洲跟加拿大 那紐西蘭大概也是尷尬 我提一個點就是他講完這話的時候 你隨便拿一個Apple手機 人家就不會做文章 對嘛 你拿出來一個華為就是會被做文章 那用於什麼 可能賣太好 賣太好 回來我們起來 起來的話你馬上回來